對 魔法拉霸雞 Yeah 魔法拉霸雞 請妳看仔細 歡迎拉霸雞 美鳳姐 對了 你不要忘記禮拜天 我們約好下午兩點 要來我家烤餅乾呢 好 莫莫姐姐 我才不會忘記呢 我記得妳家 是看到紅綠燈之後 要往右轉 然後再看到一棵大樹之後 一直往前走對不對 對… 蘋果姐姐 你記憶力好好喔 對了 今天布丁姐姐 要去菲律商店買東西 但是她好像忘記路怎麼走耶 需要大家來幫忙喔 真的嗎 那小朋友 我們趕快一起去幫忙吧 妳也要我去買糖果 她說 記得喔 要去便利商店啊 妳就要沿著小路 一直往前走 接著呢 過了一條小河之後 再往前走一點點 妳就會看到 一堆石頭的小路喔 那妳就到了喔 記得喔 我想應該沒有問題 那就出發吧 兩條路 兩條路 哇 要走哪一條 剛剛爺爺說 要經過一條河 過橋… 這一條就對了 是 怎麼又有三條路要選啊 完了 妳爺爺說 過河之後要走哪一條 你們記不記得啊 趕快跟我說是哪一條 糟糕了 布丁姐姐忘記該怎麼走了耶 那到底哪一條路才是正確的呢 我們趕快來看看三個提示吧 第一個提示 第一個提示是 要往大石頭的這一條路走 是不是應該要往這一條路走呢 那我們來看看第二個提示是什麼 第二個提示是 旁邊有一棵大樹的這一條路 會不會是有大樹的這一條路呢 那第三個提示是什麼呢 第三個提示啊 在這個路邊啊 有一個小木屋的指示耶 是不是小木屋這一條路呢 小朋友 你知道答案了嗎 我想應該是往 有石頭的那條路走才對 這一條路是正確的嗎 我們趕快來看看答案囉 答案到底是什麼 讓我去來告訴你 太厲害了 你們走到我的路了耶 原來要去便利商店買糖果的路 就是往這一個有大石頭的路上走耶 那我現在要去買糖果了 拜拜 謝謝你們喔 我真的走到便利商店了耶 謝謝你們 好漂亮喔 對啊 果真是往石頭的那條路走耶 可見大家的記憶力都很棒喔 平常我們可以多玩這些小遊戲 來訓練自己的記憶力 這樣就會變得更聰明喔 好 那小朋友 我們下次魔法拉爆機再見囉 拜拜